前面讲到真正的治国的大臣 也就是我们到场真正好的办事员 替天行道的办事员 要的是你这种无我的牺牲奉献 无我的肚大能容 无我的水喜赞叹 而不是你的这种财高八斗 辩财无碍 这是我们对于人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相反的人之有计 貌计以物之 人之厌圣而为之必不通 食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明 一月待斋 还有一种危险人物 这就不只是消费道场 消费道场又是到道场中来占便宜的 这还是小吃 来破坏道场 来考道 这是第五种 前面不是讲有四种吗 还有第五种就是来考道 那来考道的人就有这种特质 就是嫉妒心特别重 嫉妒心特别重 一天到晚要跟人家比高低比大小的 要跟人家争低 争强斗胜 这种人就是会嫉妒 见不得人家行功 见不得人家口才好的 德性好的 能力强的 所以人之有计 貌计以物之 人之厌圣而为之必不通 那么人家有这个美好的道德 美好的道德 非但没有去举扬他 没有去亲近他 而且还要让他走不通 还要让他走不通 为之就是想办法违背他 无法违背他 让他的这种美好的德性 没办法去发扬 没办法通行于大众 没有办法 为之必不通 比方说这个人很慈悲 慈悲是好事 要批评他是烂好人 这时候人家看到他 没有想到慈悲 想到烂好人 这要为之必不通 这个很慷慨 乐善好事 而且找一些缺点来批评他 批评他随便布施 什么乱花钱等等的 批评他傻 被人家骗好玩的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攻击他 这叫为之必不通 因为有美好的德性 很容易受到人家的肯定 支持 但是人就是会这样 他们希望大家认同的是 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有才能的人 容易受到人家的积赏 佩服 有德性的人 能够受到人家的追随 肯定 所以说呢 就有这样的人 他嫉妒心很重 非常自我的人 他就会去 想尽办法 让这些人混不下去 简单地说 想尽办法 让人才混不下去 就像这个 这个秦快 看到岳飞功劳这么大 百战百胜 想办法要把他害死 冒际以物资 人之厌胜 为之必不通 人家有美好的这种美德 德性好 就想办法让你 让你混不下去 为之必不通 像孔子 就被逼着离开辱国 他本来国家自己的这么好啊 就想办法让你没办法做下去 让你大师寇 让你宰相没办法做下去 要为之必不通 要死不能容 这种人一点气量都没有 这种人怎么保我子孙黎明呢 太危险 这种危险人物啊 所以说这种人呢 就是唯人人放流之 在大学里面讲啊 唯有人人君子啊 碰到这种人 要想办法把他放流出去 逐出道场 由我们道场来讲 是要支出道场 那以前古代的话 就是流放出去 不要让他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并诸事宜 不与同中国 让他去跟蛮夷在一起 不要让他留在中国 所以中国就是要以 中道立国叫中国 那现在以中道立国 只剩下我们道场 所以君子中道而立 定四海之名啊 这个孟子讲的 中道而立定四海之名 以前古代是这样子的 中国就是能够中道而立 用中道来让众生 能够安身立命 中道而立 才可以定四海之名 我们道场就是用中道而立 那现在就是要让他离开 这个中道而立的道场 并诸事宜啊 不与中国同 此位为人人 为能爱人能误人 所以真正人人君子 他可以爱人 他可以爱什么 这种真正的贤臣君子 他也可以流放厌恶这种小人 这种考道的败类 所以他会把他流放走 有时候啊 上天出手就更厉害了 这些乱道的人啊 上天出手啊 就能够被流放出去还好啊 流放不出去的话 他在道场里面就会出问题啊 生病啊 破产啊 家破人亡都会发生 所以不要小看啊 上天要出手的话啊 那非常可怕的啊 像那个宝光剑德 以前他们人觉大地归空以后 他们的秋前人继位 哇就有人开始出来乱 然后呢 后来师前人继位以后呢 师前人才两年就归空了嘛 然后师前人继位以后呢 道场就开始分裂 一大批的人才啊 就流失掉了 事实上呢 以前他们原觉大地在的时候 就是吕老前人在的时候 这个有一次呢 他们吕老前人蛮有意思 他很喜欢带道青啊 出去郊外啊 郊游啊 然后在那边讲讲道理 他道法自然 他热爱大自然 有一次带着这些坛主人才啊 点传师出去的时候 他有一次拍照的时候 然后有一位道青啊 有一位坛主啊 爬得高高的 那个吕老前人就是 所谓这个自诚之道可以前知啊 他就指着其中有一位说 这只土爪 本心情 很土的 他就这个是最优秀的人才啊 领头羊啊 最优秀的啊 老前人怎么这样说他呢 结果老前人归了以后 就把他流放出去 他就跑去投靠假主持了 然后分裂道场 但是分裂道场被他分出的那些都是问题人物 那个施贤人说真是感谢他 他本来没办法领导的 从他分裂道场出去以后 那些人出去好像元气大伤啊 结果他们道场就开始兴盛起来 所以现在宝光剑则变成道场中 很大的支线嘛 对不对 成为道场 全世界最大的道场 就是因为这群捣断分子啊 被放逐出去 所以他们元决大地出手啊 赶出来了 赶出去了 赶去跟假主持混在一起 结果反而道场就开始繁荣青盛起来 所以这就是什么 放牛之啊 并诸事宜不与同中国 再往下我们来念 见贤而不能举 举而不能先 命也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怨 过也 好人之所悟 悟人之所好 是为福人之幸 哉必待夫生 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德之 交代以施之 这个 见贤而不能举 举而不能先 命也 一般的注解都说 这个命也好像讲不通 所以说认为可能是 错字啊 应该是慢也 怠慢的意思 他意思就是说 一个领导者 看到有贤能之事啊 不能推举他 所以要举职错诸网啊 能死亡者职啊 要推举正职之人啊 来当这些网 网是什么 我们台湾人讲都弯弯翘翘啊 来当这些弯弯翘翘的人啊 这种心机很多的人 当他们的榜样 久累久之啊 这个正职人当位啊 他那种亡丸飘飘的 也变得正职起来的 能死亡者子 这就是所谓的要举贤啊 要选贤举能啊 见贤而不能举 明明知道他是贤德之人啊 你却不能去推举他 没有办法让这个人呢 推举上来 到一个有尊贵的位置 让众人有效法他 有追随他的这个机会 然后举而不能先 好就在勉强推举他提拔他了 又不能重用他 先的意思就是重用他 又不能重用他 说这命也啊 朱熹的朱姐说这慢也 就是太怠慢了 傲慢了 怠慢了贤者 因为觉得命也不通 但是后学认为是通 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到天命不孝 这就是天命啊 这是命也啊 这表示什么 天命不永啊 天命不永 一个国家如果贤能之人啊 你没办法推举他 推举他也没办法重用他 那也表示天命已经要离开你了 你用不下去 主导你的力量太多了 用不下去 明明知道见贤而不能举啊 明明见到贤者了 甚至勉强推举他 又没办法重用他 这表示天命已经转了 一个道场里面如果说是 举网错诸子啊 推举的都是一些弯弯乔乔的小的 上道台上呢 都是一些逢迎取巧拍马的 那就完了 那就表示天命已经转 所以他说这命也应该是对的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历代都没有注解啊 注解成命也 这是主要是天命 天命不永啊 天命不永 没办法持久了 天命要转 以道场来讲 你看道场在上位的人 如果是贤能之士的话 那就好 如果不是的话 还站得住 那贤能之士呢 通通被贬弃在外的话 就表示天命已经暗收了 所以这是命也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周文王 周武王啊 就是说武王要伐咒 大家都说应该要伐咒啦 结果那个周武王就说不行 应有三人啊 他说这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归于周武王啊 为什么不能伐咒呢 他说时候还没有味道 时候味道你们不知道我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有贤者在当朝 第一个笔竿 第二个姬子 第三个围子 这三个人都是咒王的叔叔啊 王叔啊 都是贤者 他们还在位的话 虽然国家很弱啊 只要有贤者在位啊 不可轻武 就算暴君啊 也不可轻武 所谓国有征程啊 君无道而不失国 所以这个贤能之士多么重要啊 贤德之人可以跟国王距离力争 不怕死的 国家有这种人啊 就是镇国之宝啊 就算君王无道 像咒王那样抱怨无道啊 他也不会失国 他不会灭亡 所以吴王很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后来怎么样 笔竿去劝谏咒王 被咒王杀了 还把心脏剖出来看看 说圣人心很多孔啊 我看一看 为止离开了 离开这个国家 逃离了这个京都 姬子装疯卖傻 他不肯离开 不忍心离开这个父母之邦 所以装疯卖傻 在街头流浪 这三人啊 都被贬斥以后啊 杀的杀逃的逃 这个关的关 国家就准备灭亡了 武王立刻发咒 很快时间就把咒王消灭了 所以说 这个贤能之士 是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指标啊 一个团体里面 一定有贤德之人 我国家也是这样 国家一定有贤德之人 贤德之人 没有办法推举出来 明明知道他贤德 你推不上来 那就完了 也没办法得到重用 这个国家就完了 所以这是天命转移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过也 就一般人 这是讲国君是这样 就一般人来讲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 这就是过失 看到什么不善的行为呢 我不能退 看到不好的人 我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 这是讲什么 这是讲一个 也是讲一个国君 明明知道这是个小人 你就不能把他 把他罢退掉 你就不舍得把他罢退掉 像以前齐桓公 在位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宰相是管仲 管仲就劝他说 要远离三个小人 三个他最爱的人 一个叫义雅 说煮饭煮得很好吃 厨神 哇他煮的东西 齐桓公太爱吃了 有一次齐桓公说 东西还是吃再好吃 还是会重复的 我们高雄有一个 五宝春面包 有没有 卖到台北去了 哇那一个要 三百五一颗 你们有没有吃过 我去买来吃了 吃了一个很好吃 吃第二个就觉得很难吃 齐桓公也是啊 多吃了以后就觉得厌了 他说现在吃什么都没滋味啊 有一天这个义雅听到以后 就煮了一锅好好吃的肉啊 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肉 然后这个齐桓公说 怎么有这么好吃的肉啊 他说是我儿子的 我一个刚生出来的小baby啊 哇肉好嫩喔 我虽然爱儿子 但是我更爱皇上 所以我把他杀了给你吃 多么残忍啊 那齐桓公就觉得哇 他太爱我啊 他超过爱他的儿子 那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叫公子开芳的 他是一个小国的公子 准备可以当国君的 他不当国君啊 来陪他吃喝玩乐 另外还有一个叫束雕的 也是个奸臣 自己焉当宦官 来齐桓公身边当太监 反正这三个人啊 都是专门陪着他吃喝玩乐的 简单的说 所以他爱的不得了 所以那个管仲就说 这三个人啊 都是奸人啊 你要远离他们啊 那齐桓公想一想也对 他这个贤君啊 然后可是又舍不得他们 但是他还是重用管仲 没有重用这三个人 后来管仲去世以后呢 包淑衙就是管仲的知己 包淑衙当宰相 包淑衙说我不要当宰相 除非你把这三个人赶走 我不要看到这三个人 齐桓公为了要让包淑衙当宰相 就把这三个人赶走了 这叫退 他本来在管仲时期的时候 他是见不善而不能退 但是到了包淑衙 他很刚直啊 所以退 但是退而不能远 还是暗通管局 等到包淑衙死了以后呢 这三个小人又被重用 这时候已经这完了 就开始乱活了 后来齐桓公死的时候 都没有发上了 尸体那个区啊 都爬到宫门外面了 都烂掉了 当一个国王这样死了 因为这三个人造反 所以这就是退而不能远了 这就是最大的过失了 一样我们道场里面也是一样 那种小人坚定之人啊 一定要疏远他们 不能说去重用他们 不然的话这就是国家最大的过失了 好人之所悟 悟人之所好 是为福人之幸啊 灾必待福生啊 所以我们要 如果一个人好人之所悟 悟人之所好 你喜欢的是大家讨厌的东西 你讨厌的是大家喜好的 这个人之所好人之所悟啊 就前面讲的 明之所好好之 明之所悟悟之 人心的好悟 都是怎么样呢 好中悟间嘛 看戏啊 如果看到那个 什么包公斩奸臣的嘛 连奸臣都会说好啊 干得好 对不对 所以人心呢就是 好中悟间嘛 因为你喜欢的是奸臣 你讨厌忠臣 因为忠臣说话都很难听 笔竿为什么被杀掉 因为忠臣嘛 所以这个呢 灾必待福生啊 你违背人性啊 违背名之所好啊 大家都讨厌奸臣啊 谁喜欢奸臣啊 大家都喜欢忠臣啊 偏偏你要去喜欢奸臣 那一定会有 灾难一定会到 你的身上来 灾必待福生 这是他警告国君啊 警告天下的国君 警告天下的领导者 千万呢 不要喜欢奸臣啊 因为奸臣啊 奸人啊 他没有别的专长啊 他就专门研究你 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所以说以前有人 说秦快 他说事实上想要杀岳飞的 不是秦快 是皇帝 因为岳飞想要把被经国人掳走的那个两个皇帝啊 那个什么靖康祠嘛 两个皇帝被掳走 宋徽宗啊 他们两个皇帝被掳走 要把他救回来 那你救回来这个新的皇帝怎么办 所以说他说秦快不是真的想杀岳飞啊 他只是呢 自己出来扮黑脸啊 帮皇帝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这叫逢其欲啊 所以奸臣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 逢迎 逢迎取巧 怎么逢迎法呢 逢其欲 他了解你的欲望在哪里 去满足你的欲望 这就是奸臣 你喜爱这种奸臣的话 一定会有亡国的 所以像后学 以前刚进入道场的时候 就有碰到有一位 有一位坛主啊 他年纪大 我个十几岁吧 我真的很钦佩他耶 他那个人啊 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前人还有典传师 就写这个 写书嘛 我们那个典传师啊 欣赏这个坛主 欣赏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林坛主 这位林坛姓林啊 他拿到典传师的书 怎么珍贵法 他要发给道亲的时候啊 他要要求这个道亲啊 摘一戒沐浴啊 要洗好澡 我身体都干干净净的 然后呢 跪领圣书 比方说我要发一本我的书 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坛主说 哇 我们郭专传师这书写得太好了 你要恭敬来领啊 你一定要洗好澡啊 要吃素啊 要吃素几天 你如果没有吃素人 一定要栽戒啊 然后再来呢 跪在那边 我再把书献给你啊 你再恭领这个圣书 你看这有人 冯吉玉啊 所以很快就成为地方的领导啦 等等一路往上爬 我已经二十几年没见到这个人啊 最近在联合报啊 中国时报 第一版啊 都有那个大幅的广告 上面写的 弥勒祖师降临人间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广告 有人看到啊 就是他 他已经成了弥勒佛了 哎呀真是不得了啊 我说 这不是他吗 长那个样子我还记得啊 就是冯吉玉啊 他为什么爬到那个位置 可以说 哇自称是弥勒佛 为什么可以 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坛图 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个逢迎取巧啊 当时是最优秀的人才啊 大家羡慕 效法的对象啊 冯吉玉 这种小人很厉害啊 他跟一个领导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了解领导喜欢什么 就给他什么 非常可怕啊 最后你到场就摘在他手上 所以说这个中间要分清楚 是故君子有大道啊 必忠信以德之 交太以施之啊 所以君子有大道啊 忠信以德之 所以大道就是治国之大道 你要忠信呢 就可以得到 就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 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 就可以像我们 亚里斯多德讲的 建立一个良善的社会 相反的交太以施之 这交太呢就是骄傲 太的呢就是 这边太的意思就是 奢侈浪费 今天我们道呢都是忠信办出来的 都是尽忠啊 都是忠诚的 很忠诚的 而且呢 做什么事情都让人信任的 都是发出于赤诚的 然后尽心尽力的去修去办 去度化成全 所以才可以得到今天 哇 这个道呢传到这么多国家 到处开花结果 这样子一个璀璨的成果 但是有一天会失去 如果交太的话 交就是骄傲 自大 太呢就是奢侈浪费 如果骄傲自大又奢侈浪费的话 你就会失去人心 失去天命 失去一切 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 我们一贯道一定是承受天命的 如果一贯道的道心都是 骄傲自大的 奢侈浪费的 你会失去天命的 你会失去天命 上天会另外临选 另外临选更好的人才 好 再讲到这个生财之道 我们说道场总是要有钱财的吧 国家也是要有钱财啊 现在我们国家就最重视就是经济啊 他说生财有大道 生之者重 实之者寡 为之者及 用之者输 则才横足矣 生财没有那么困难啊 我们把它缩缴到一个家庭 不要说放到整个国家 小不要看得清楚 范围太大看不清楚 经济有那么难搞吗 就一个家庭来讲 如果家里面一家五口 大家都在工作 都在赚钱 生之者重 实之者寡 简单的说 赚的多 花的少 对不对 赚的多 花的少 那当然就很够用啊 如果你赚的少 花的多 那就不够用啊 然后为之者及 用之者输 工作赚钱 赚钱赚很快 花的 花的很慢 花的少 花的慢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那就是勤俭啊 就是一个勤一个俭就好了 生财之道就勤俭 一个家庭全家都勤劳节俭 还会不够用钱吗 绝对不够 绝对不会的 如果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话 哇 那个国家就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了 相反呢 懒惰 浪费 对不对 勤俭的相反就是 勤的相反就是懒惰啊 简的相反就是浪费啊 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懒惰浪费啊 动不动就说找不到工作啦 赚钱太少啦 什么事都不想做 各种理由不想做事 然后花钱好会花啊 永远钱都不够用 真的有那么穷吗 那是你花的太多啦 真的人要活下去有那么难吗 没有那么困难啊 我们看那种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什么猫啊 狗啊 流浪狗 流浪猫 你要不要去抓它 杀它啊 它有的是办法 生存有的是办法 人是万物之灵 怎么可能没有呢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做得到勤俭就好 所以生财有大到啊 没有那么困难的 不要把太多时间都用在这种赚钱花钱上面 现在人是赚钱懒惰 花钱很勤快 所以说才会不够用 永远都不够用 你要下定决心 勤劳节俭 没有不够用的 像后学佛堂是用租的 台北也用租的 石刚也用租的 我住家也用租的 从来没有不缺钱过的 为什么 花的少啊 对不对 花的少啊 不要浪费钱啦 没有吃喝玩乐的 所以才横足矣 所以每次有道心说 哎呀 居然是啊 你们道场需要不需要捐献啊 我说 钱很够啊 发心来办道友啦 钱不用 才横足矣 不是钱很多啊 是花的少啊 花的少就很够用啦 所以说 忍者以财发生 不忍者以财发财 仁慈的人啊 以财来发生 什么叫以财发生 财善则明具啊 就是把这个财善啊 然后呢 来普度众生 来帮助人 不施行善 然后以此呢 来发生 来显现你的修身有德 修身有道 修道以仁 所以这个是 忍者以财发生啊 不仁之仁是以财发财 不仁者呢 刚好相反 以财发财 为了自己这个一生啊 这个身体的欲望的满足 那要赚好多好多的钱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叫以财发财 所以 未有上好人 而下不好义则也啊 所以没有说 上面的人喜好仁慈啊 下面的人不好义的 上面的人好人 乐善好识 下面的人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正义 不施奉献 行的都是正义之事 未有好义而其事不忠则也 所以不管是国家大事也好 普渡众生的大事也好 这个诸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缘 就是要让一切众生能够 开示误入佛之见 如来家业 如来家里的事业 三朝普渡的大事 末后大事明白嘛 这个大事成不成呢 关键就在什么 有没有好人好义 上好人下好义 仁义这两个字呢 有没有不只是这两个字而已 有没有变成你 心里面的生命里面的一个主流意识 这最重要的 有没有办法像孟子说的 但有人义而已 何必约立啊 但有人义何必约立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 没有其事不忠啊 这个末后大事明白啊 明明白白 一定是从头半到尾的 一定可以画娑婆土为莲花帮 一定是可以完成老祖师交付给我们的使命 为有俯库财啊 非其财则也 如果能够做得到这样子的话 那你国库里面的钱财啊 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会不是你的呢 所以福库财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人都讲说 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通什么 通内库 党库通内库 这福库财刚好相反 是内库通党库 党库通国库 刚好自己的钱财啊 这个叫什么 四亿啊 要买这个亿啊 用钱财来买亿啊 有个成语叫做四亿而归啊 就是以前孟长军 他有个领地叫做薛帝啊 他要去收租嘛 他又派了一个人叫冯轩的 冯轩就问他说 那我收租啊 收了这些租税以后啊 要买什么回来呢 这个孟长军为了要考验他的才能啊 说你看我家里面缺乏什么 你就买什么回来好了 就看他的观察力 还有他的能力 他说好好我知道 结果这个冯轩去了以后啊 就把这些欠债人通召集起来 有钱的就还钱 没钱呢 他就把那个账单全部撕了 说孟长军不要你们的债了 全部撕了 大家要过个好年吧 他还高兴死了 然后回来以后 两手空空回来 孟长军问他说 你买了什么回来 他说我买的亿回来了 要肆意而归 孟长军气得要命 买的亿回来了 后来孟长军就碰到小人 奸臣陷害他 他被这个国王罢黜的时候 结果回到薛帝的时候呢 哇老百姓都来欢迎他 他在跟冯轩讲说 我今天才看到你买的亿是什么东西 要肆意而归啊 这很重要 甚至有钱人不是守着那些财产 而是得到什么 老百姓的勇富啊 这是最重要的 好最后一段 孟宪子曰 去马圣不查于鸡屯 发兵之家不去牛羊 百圣之家不去聚恋之臣 与其有聚恋之臣 宁有道臣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掌国家而物财用者 必至小人以彼为善之 小人之死为国家 灾害病治 虽有善者 亦无如之何以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所以孟宪子曰啊 孟宪子说啊 孟宪子也是鲁伯的贤臣啊 他说 旭马圣不查于鸡屯 就是说 一个士 就是做官 做小官啊 叫士 所以士呢 就是他做了小官以后 他家里就有马车 马圣 四匹马拉的车子叫马圣 就表示你是个做官的人 你有俸禄 有俸禄之人啊 你就不查于鸡屯 你就不要去管这些养鸡啦 养猪啦 这些小事 不要在那边矛头小利 在那边斤斤计较 要养几只猪 养几只鸡啊 来卖啦 来赚钱 不需要了 就吃这些俸禄就好了 好好替国家办事就好 罚兵之家不去牛羊啊 罚兵之家就讲 他官座的比较大 官座的大的人啊 在上礼的时候啊 他可以用到冰块来防腐 以前古代是没有这个冷冻的 他是用冰块来防这个尸体虎化 因为有时候人死了 没办法马上下葬啊 这个要做大官的人 才可以用冰块 那这个冰块 他们都是藏在冰窖里面 有时候是夏天啊 但是地下室啊 挖很深的洞啊 冬天那个下雪 那个冰敲下来 藏在里面 到夏天都一整年都不会化掉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拿出来呢 在上礼的时候使用 叫罚兵之家 罚兵之家就是说 他冬天的时候 会把那个冰砍下来 一块一块的藏起来 叫罚兵之家 罚兵之家呢 不续牛羊 这种就表示你这个 已经国家给你的俸禄很多了 你就不要养牛养羊啊 因为你一定 人多 徒义多 然后呢 这个房子大 田地大 你就会想我养一些牛羊来卖 就与名争利啊 像我们台湾的问题就在这里 有钱的还要更有钱 甚至做官的呢 就要兼做生意 对不对 做官的好啊 像这个上课之前 我原来是才在讲啊 就是台湾就是三种法 第一种呢 叫做人际关系法 第二种呢 叫做钱财法 有人际关系 就做官的最好 有人际关系 用官说的就好 讲一讲就可以把事情办好 用来做生意最好 第二个就是 花钱贵入 钱财法 第三个叫没办法 我们都是没办法的 这就是典型的啊 与名争利啊 与名争利 所以说一个真正好的国家 是不与名争利的 不序牛羊 百胜之家 不序剧链之臣 百胜之家就变成一个诸侯了 有一百辆的马车就是一个国家了 那这个国家呢 这个小诸侯国呢 就是要有大臣啊 他下面都有家臣啊 他说不要续剧链之臣 不要续剧链之臣 以前孔子的弟子啊 子游啊 他为祭祀宰 为那时候鲁国的百胜之家 他不只是百胜啊 千胜之家 就那种大臣啊 鲁国的那种大士族 为他剧链 就为他征税啊 剧链就是征税啊 多收税啊 孔子就讲说 小子鸣鼓公之可也 他说我们这些学生啊 敲起鼓来去攻打他嘛 说这个混蛋啊 我白教你了 所以说百胜之家不去巨链之臣 与其有巨链之臣 宁有道臣 一个国家有巨链之臣 还不如有贪污的臣 就一直抽税一直抽税 一直想办法抽税 想办法说 让国家更有钱一点 像我们台湾呢 水也要涨 油也要涨 电也要涨 变相的抽税啊 什么都要涨价 就是公营的东西 什么都要 现在什么高铁也涨了嘛 什么台铁也涨 都是巨链 就想办法增加国库啊 增加国库的收入啊 这财聚则明散啊 民心都散掉了 自作聪明啊 所以说 与其有巨链之臣啊 宁有道臣啊 贪污的是自己去贪污 贪章妄法 像现在不是抓法官啊贪污啦 其实最坏的是那种抽税 抽税的大臣 让老百姓名不聊生的 不是这些贪污的 而是那种抽税的人 他没有钱赚到自己身上来 他又要国家国库要充实啊 然后认为是好事啊 还认为是好事耶 此位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 一个国家最重要 不是钱很多啊 国库不是钱很多啊 要能够示意啊 要能够行善不思啊 其实现在国家最好是什么 国有土地这么多啊 盖这个免费的贫民住宅啊 不卖给你的啊 让你免费住啊 对不对 年轻人都有房子住 就不会造反了 对不对 现在年轻人 我一想到我做一辈子 我也赚不动一栋房子啊 就灰心丧志啊 国有土地那么多 盖房子还不容易 那小公寓一间间盖 年轻人只要结婚创业 都有房子住 这就以义为例嘛 对不对 这国家都做得到的事情啊 不做 就想办法 这个涨几块钱 那个涨几毛钱 通通加起来就多少 国家就可以一年增加 几十亿几百亿的收入 这就是掌国家而物财用者 必自小人以啊 必为善之啊 说这个掌国家啊 掌管国家机器啊 而一天到晚就想办法 要多赚一点钱的 要多弄一点钱的 在老百姓口袋里面 多挖一点钱出来的 好怕花钱啊 像我们说盖房子给 没有房子住的人住 很多人吃饭很容易啊 没房子住很难受啊 对不对 那如果有房子住了 那他就天下大定了 这个国家都做得到的事情嘛 但是这些小人就不会这样教 教这些总统啊 行政院长就不会教这个 他认为说 我有办法让国库更多 一年多出个几百亿出来 还认为是好事啊 所以说小人之死为国家啊 灾害病治啊 各种的灾难都会发生啊 一天到晚就是恋财嘛 就失去民心啊 财聚得民善 所以虽有善者亦无无如之何以啊 所以就算有善良之人啊 贤良之事来啊 也莫可奈何 灾害已经发生了 莫可奈何 天灾人祸都会发生了 所以说最后感慨良生的说啊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耶 这一个国家呢不能以利为利 不能整天要聚恋 要以义为利 我们道场也是啊 我们道场要强调要行功了愿 要行功了愿 要以义为利 要当一个义人 以义为利 仁义为怀 要有爱心肯奉献 简单的说 人就是有爱心啊 义就是肯奉献 有爱心肯奉献 这个变成我们的精神标杆 这就是治国的一个基本精神 就这边讲的 但有仁义啊 何必约利 好 今天我们大学 就讲到这里 大学之道呢 最后来这里啊 做一个总结 总结而言啊 大学之道呢 要实践 需要我们的一贯修持 这个明师一指 就是把格物自知的修持功夫 透过客己赋礼的传道仪式 和这个千佛授手的灌井加持 内化到每一个心求道人的生命里面 然后产生不自觉的不可思议的质变 让我们的这种内心深处的对于物质的欲望 逐渐的淡化掉 比方说去年有一位陈先生来求道 他求道的时候 是因为得了第四期的鼻烟奶 就山穹水尽了 所以来求道 那求道的时候 我唯一能够给他的建议啊 就是是不是能够吃清淡一点 尽量吃素 改善身体的这个体质啊 因为酸性的体质啊 比较适合癌细胞的生长 相反的我们吃素以后 改变成为碱性的体质啊 让癌细胞比较不容易成长 但虽然这样说呢 我看他的反应啊 似乎就是言者尊尊听者渺渺 因为终究肉食是他 不只是这辈子的一个习惯 甚至生生世世的习惯 突然间就叫他改变成素食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从生理上心理上都不能接受 从此以后 我就没有再见过这个人 没想到一年之后 他又出现了 这次出现呢 他要来立青口院 因为在这一年当中啊 他的饮食习惯就慢慢的转变了 慢慢的转变了 甚至连他的太太 跟他同一天求道的 也没有生病 也因为要煮给他吃 所以饮食习惯呢 也逐渐的转变成为素食 虽然还没有完全吃素啊 已经几乎是90%都吃素了 那只是上班有时候有点不方便 会吃一点肉鞭菜等等 再回到佛堂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立青口院 那青口院立了 就是要终身如素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 我再三的问他的想法 他说他现在真的是 接触到肉食啊 婚食会有恶心的感觉了 我就让他立青口院 没想到临时他太太也决定加入 也要同时立青口院 这两个人就这样 青口如素了 而这两个人就是第一次见到他们 就是求道 第二次见到他们是一年之后 也就亲口如素了 其实像这样子的例子啊 在道场中啊 不乏多见啊 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是明师一指呢 就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把格物置之的功夫啊 不是透过学习 不是透过一种要求 但是不自觉的 内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三宝修持 如果能够进一步的三宝修持 那就是诚意正心的功夫 就可以更进一步的 净化我们的心灵 把我们心灵中的这种 贪心啊 称恨啊 恐惧啊 忧患啊 还有愤恨啊 这些强烈的负面情绪 给净化掉 真正可以达到这个大学里面 正心之道讲的 没有奋涕之心 没有恐惧之心 没有忧患之心 没有好乐之心 或者不能说没有 至少淡化 大量的淡化 变得情绪非常的平和 欲望非常的清淡 然后再来呢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真正的进入道场 开始学习佛归礼节 还有研究道理 这个呢就是修身其家的功夫 因为透过佛归礼节的学习 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子 卑以字幕啊 用谦卑啦 温和啦 来自我要求 来自我涵养 然后呢 待人接物啊 就会变得 离浪 宽容 再来呢就是 我们研究道理 这个时候跟家人的相处啊 就从针锋相对啊 互相不满 互相斥责 改变成为呢 这个理性的沟通 爱心的关怀 所以说这个样子呢 修身其家的功夫啊 也就逐渐的完成了 最后呢 治国平天下 那就是行功了愿啊 传道救世 所以可以说 我们在道场里面 从无感到有感 从内在到外在 从自我修炼 到进入道场的 集体共修 虽然简单 但是有效的 就把大学的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内修外练的功夫啊 全部都完成了 大学之道呢 最后呢就到这里啊 做一个总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